刚刚说到这个大内宣 同样呢 这个大内宣做的也是很不错 就是大家都知道台铁嘛 那现在不到一个月时间 台铁呢 泰鲁格号又传出了事故 不到一个月 49条人命牺牲才过了22天 又出包了 是有个未爆弹还在吗 在上8点多有施工的工人 在宜兰的五塔车站 当时啊 他为了要捡他的掉落的物品 结果被泰鲁格号405车站撞上 幸好没有直接撵过去 现在撞击瞬间影片曝光 十分的惊悚 工人飞出去 不过还好命还在 但是身上是有多做擦错伤 先带你来看 一名工人不止一脸慌张 就连脚步也相当慌乱的 走在铁轨上 看似想爬上第一月台 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走回铁轨 前后不到三秒 眼看火车要撞上 让他完全来不及反应 招泰鲁格号硬生生撞上左肩 他当场喷飞倒地 滚了好几圈 目击全程的其他人 赶紧跳下月台查看 确认他伤事后 把他搀扶送医 好我们已经到现场了 救护人员赶紧把伤者送往医院 而承包商的负责人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但对于发生什么事都说不清楚 闯铁轨哀壮事发在二四号上午八点多 宜兰五塔车站 原来弘扬营造要到月台上实施加高工程 台队表示的确在上午八点零六分 有派人到车站办理保修的申请作业 但八点半厂商没有等到监视和亮望员到行车室 行车调度电话也没拿到 现场危害的SOP都还没告知 工人就偷偷进场到月台工作 前后半小时工人哀壮 宛如太鲁阁号翻版 哀壮的五十二岁王姓工人 额头有二点五公分的撕裂伤缝了八针 包含左肩左手跟左膝盖分别都有擦伤 而工人是为了捡东西还是贪方便不走天桥 擅自闯入铁轨将是调查重点 另外明明工程没延档为何偷偷进场 短短一个月台铁施工漏袭百出 不是解约把款就能平息 记者林医生在宜兰报道 好刚刚看到这画面确实十分的惊悚 也还好这工人呢 没有生命危险擦错伤 但是第一时间台铁内部搞不清楚状况 甚至传出说是不是跌倒还是受伤 承包商老板刚也说了不在场 全部大家所有人通通状况外十分傻眼 台铁现在研议对厂商要来重罚了 好你看到交通部长王国财才刚上任 他说呢为了赶工通通法会施工 这个问题很糟糕 下令要检讨工地管理 而且要严惩违规的厂商 要重罚30万元 同时呢王国财也宣布了 现在有204件的零轨工程全面停工 古塔站发生工人遭撞 台铁表示有接获周末施工申请 但流程都还没跑完 为何工人就能甚至进去施工 原来月台根本没人管制 我们这里没人 他们都撤走 那几个人 差不多34个45个 有人跑进去出事 第一时间台铁回报 是工人跨越月台 列车紧急刹车工人送医 之后台铁花联分局表示 是跨越铁轨不顺跌倒 只有擦伤 最后119回报 是工人解物品遭列车擦撞 可能有骨折 台铁讯息混乱 细节还不如消防准确 送医后 受伤工人的承包商 推给上级 自身老板的男子 还说自己不在场不清楚 难道工人自己跑去开工 他都不知道吗 实际内控出现问题 实际询问台铁公务处 预期进度39% 实际进度已经有40% 工程没有落后 为何还要休假赶工 台铁表示 目前人证研议 是否要与厂商解约 依契约罚则可对厂商重罚30万元 我想大家应该最关心的是如何 让下一次事件不再发生 那是不是要增加中间减合的机制 来让未来这个事故 发生的几率大大降低 台铁局决定 全部204件靠近轨道的 零轨工程全面停工 还要对厂商进行行车安全观念奖席 只是22天前 台铁才发生49人死亡重大事故 除了包商施工轻率 台铁本身监工真的有到位吗 新交通部长喊话 白日减诊工程 但台铁工程罗斯松显然没有得到教训 记者林医生彭新美宜蘭报道 好第一时间台铁搞清楚状况说可能是跌倒 那最后看到 不是跌倒他是真的捡东西 然后被撞到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才刚上任的江湖王国财 他现在明明上台是要来改革的 结果现在马上工地厂商出包 他现在齐抠 下个礼拜即将上任的信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杜威 新台铁局长 新局长杜局长说 我们要来检讨工地管理 在这个公务段要加强监督 同时要严惩违规的厂商 刚说要重罚了 好台铁的公务人员他们说 我们都很怕他们不怕很无奈 台铁说很无奈 那铁路警察说 这个跨越轨道涉及的是公共危险罪 不过其实专家学者也说 不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厂商 这台铁风险管理本身也有问题 新华哥 当然很大的问题 我很想提一件事情 所谓的台铁总体检报告 是泰鲁阁事件发生之后 全国上下沸沸扬扬 在讨论一份总体检报告 这是我们之前发生的 普悠玛事件之后 我们所拟的一份这个报告 但行政院不合定 好这份报告是最近大家讨论的焦点 也是台铁改革非常重要的关键 在这样的一份总体检报告里面 他把所有要改善的事项 列为144个需要这个 优先去处理的事项 其中109项解除列管 其实解除列管就有一项 就是告诉你说呢 凡是临近轨道的施工 都要遵守叫做临近轨道施工规范 那这个东西台铁局 是所谓的解除列管 已经解除列管了 代表你已经有做好了 好我们来看看 台铁局自己宣称的 临近轨道施工规范 已经有做好了 里面讲到什么东西 就是所有的参加 有关台铁临近轨道施工的 厂商跟工人 都要进行所谓的行车安全教育 我就不相信这份这个教育 行前教育里面 没有提到轨道不能散入 要做好听看听 没有经过事前的申请 不能够散入轨道 好那为什么今天又发现这样的状况呢 各位 太鲁国的事故 我们有49位国人 丧失了生命 历历在目 事前还不久 工绩才刚过 为什么又出现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真的非常的精手 我觉得这个工人真的是命大 虽然他这个行为非常不正确 可是我必须说 他真的太幸运了 他才在插这么千军一秒的时间 他可能今天就命上皇权了 又是再次的这个意外的事故 可是我要问的是 为什么在台铁的总体检报告里面 已经讲述可以解除猎管的事项 今天历历在目 又再次的出现在国人的眼前 那请问一下 你所谓的解除猎管 是解除猎管是假的吗 我们的临近轨道的施工规范 就有规范的非常清楚 那为什么在实际执行的层面上面 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的官员 我们的新的部长告诉我们说 好 事情出来了 停工罚款 可是为什么 你之前不是告诉我们说 这些问题都解除猎管吗 都已经解除了吗 为什么事后 你好像装作很震怒的样子 要停工 这不是你事情应该要做的责任吗 我觉得真的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 让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有事情都升官了嘛 不是吗 你王国财交通部政策 当时兼这个台铁局长 你现在升任为这个交通部长了 我们台铁局的副局长 现在升任为政局长了 还有这次我必须要讲的是 还有一个叫做铁道局 铁道局其实攸关我们国内铁路建设 非常重要的环节 举防我们铁路的这个建设的工程 还有工地的管理 铁道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 这次没有人检讨你 可是我们看我们的铁道局长现在升任成交通部的政治了 好我们的这个铁道局的副局长现在升任成局长了 为什么就是在你们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你出了事还可以升官 下台之后还可以当更高的官 为什么 你们就是因为你完全执政有恃无恐嘛 大家前面太有个事情刚过去 你以为大家忘记了 你就搞这种升官的手段 然后同时你告诉大家已经解除列管了 现在马上一个案例 影片就在前面 大家刚从画面可以看得到 活生生的案例就发生在眼前 你不是跟我们讲说你已经做到了吗 已经解除列管了 为什么现在又发生类似的状况呢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系统性问题 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出了状况了 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 各位台铁我们大家都搭过 你可能搭过 我可能搭过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孩子可能都会搭 如果我们还是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放任我们的官员 出了事之后就说震怒啊 停工 如果我们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来 放任我们的官员懈怠的话 我觉得将来你我都有可能 再度的搭上那班危险列车 我觉得大家经过这次的教训 我就不要再中了民进党政府 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国人失望了 对每一次都喊说要改革 改革无上限 但是状况发生时又震怒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新任部长他说 对于台铁现在编过比较大的工程 预计四月底 一个礼拜时间要全部检查完成 那缺失100天之内要改善 不过我们提到先前提出要改善 144项嘛 最后都做到了吗 那刚刚也提到这个204项 现在呢先暂时的 先也都停下来 要来盘点要来检查 另外还有这个月台工程 比较小的部分也要求 公务团要列为最重要的事情 要来检视说厂商 到底有没有偷偷来施工 关心我们来看到 其实一再的 除了太鲁格在更早之前不用嘛 当时大家也说一定要改革 好结果现在隔没几天呢 我赞同新华刚讲的 这个台铁总体检报告很重要 可是我相信全民最在乎的 更在乎的是出事之后 官员政府 政府官员处理事情的态度 大家回想一下 这四天前今天24号嘛 4月20的时候 我们交通部长交接 当时照片也被大家拿出来看 匪夷所思啊 你这个背负了49条人命的 一个交通主管机关的首长交接 你以为是融退吗 居然在点歌 这个我们林家荣部长点了一个 你是我的兄弟 然后我们新任的王国财王部长 还点了球鸟 拜托你们很开心在点歌 要送给所有的什么 在场的同事或什么之类 你知道我们这个泰鲁阁 因为泰鲁阁意外丧生 49条人命的家属 他们心里在悲歌耶 正所谓今天公祭明天旺季 你把交接办得像party啊 部长下台 次长上来 这样的悲剧谁要来甩啊 所以我说这是态度的问题 你说新上任的 我们这个台铁局的局长杜威 他也可以甩锅啊 我是管运务的 我不是公务的 其实要甩锅谁都可以啊 可是你不要忘记 民众的眼镜是血量 每一个都在看事情上后怎么处理 你们20号部长交接已经搞成这样子 不但不思检讨 我用两句话来总结 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个 包商员工差点出事的原因 就是上梁不振下梁歪 上行下效 底下的人就看你上面 有没有在乎要处理这个事情 大家都在看风向 既然老板也不当一回事 我底下没有关系 反正我上面 还是我更大的老板可以 他下还是有人扛 反正有人扛着 有人撑着嘛 甩锅一定可以甩啊 甩到最后就是包商嘛 包商如果不能甩 就是像这个我们以前的李逸祥 之前李逸祥大不了判个七年八年 官一半假释出来 所以你这样子怎么去要求 事情能够获得根本的解决 全部都推给 这个是系统性的问题 我不是 我要求的是你官员处理善后态度的问题 所以这个我们都在看 真的我们都在看 不过看到林佳龙刚也说在这样的一个交接 其实他是因为这样的状况请辞了嘛 那在交接上面看起来好像心情好像还可以 还不错 不过现在他请辞之后呢 我们要来看到现在所谓的龙加班是被消权 他两年多来安排在交部的台中市府前团队 现在都暂时留任原职 不过呢看到这一位 深受他来重用的是交部主秘黄和廷 圆满是兼任科技顾问室的主任 掌管每年六元的预算现在不再兼任了 所以大家来说现在这个龙加班 是不是好像势力有点消退了 第一个我刚从这个这张的画面我看到 第一个龙加班被消权 那我觉得林佳龙你真的不要太难过 为什么 因为在民营党的执政底下 下台是为了上更高的台 辞官是为了当更高的官 所以你后面会当更大的官 照民营党惯例你后面有福了没有关系 全体国人哀悼是一回事 可是你在民营党里面你可以当更高的官 最近不是在传出呢你要被安排去选哪里吗 所以我觉得民营党执政文化是这样子 你虽然下台不要太担心 虽然这是我们全体国人的悲哀 好第一个我想提到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工地安全其实是一个文化 尤其像我自己我是学土木工程 我们当时到工地去实习的时候 我们就发生就发现一件事情 只要你这个业主你要要求的话 我们的工地主问就会把这个工地的这个 弄得井然有序 从这个磁砖里面贴得很整齐 你的这个工地的这些材料要怎么堆放 一些危险的物品要堆放到适当的地方 人员的动线你不能乱走哦 你要走到按照这个安全的轨道来走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业主有要求嘛 如果你业主不要求 你业主想都是我都是这个派系利益 人事请责的话 那当然上梁不振下梁歪 你业主不要求那些黑心厂商 偷工减料的厂商 不重视工地安全的厂商 他就用比较少的成本承包工程 获得比较多的利润 那最后就造成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我们这个现在的政府 到一个它的风格的问题 一个文化的问题 我觉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的台铁局长在出事之前 玄缺三个月 为什么会玄缺三个月 不就是因为你林嘉隆的派系 跟苏贞昌的派系 两边的派系利益瞧不拢吗 你们可以因为你们自己民进党内部 利益派系的瞧不拢 就让台铁局长玄缺三个月 我请问一下台铁局长玄缺三个月 那台铁重大的改革 一些重大的标案 一些重大的计划 到底还不要执行 一个代理的局长 他能做什么事情呢 所以我觉得民党的执政就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派系的利益 已经凌驾到我们国家的公务的一个 这个施政之上了 所以才会造成我们这么多遗憾发生 所以我觉得纵观全部的问题 基本上还是民进党 他这个政党 他内部的文化的关系 他就是不注重专业 不注重我们的这样一个现场施工的文化 他们只注重自己内部派系的平衡 也无怪乎大家出事之后 只是在讨论说我的派系怎么样啊 哪一个派系被消全 哪一个派系可能可以登上更高的位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党内的文化嘛 所以说我还是回到一句 如果还是民营党执政的话 只怕这种台铁的悲剧 还会再继续层出不穷 好说到民营党呢 除了这个派系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要看到 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苦民所苦 大家都还在担心 还在沉浸这个伤痛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蔡总统 她好像跟人民都有点 没有在同一个 觉得好像不是在同一个线上在看事情 对就是怎么会大家还在关心 包含了疫情的部分 包含了今天台体又出状况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内宣 文青市发言又来了 蔡总统今天在脸书上呢 说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而且是两个经济好消息 首先来看到包含了经济预测啦 国际评比都有好消息传出来 2021经济成长率上秀到5% 标普主权平等提升到AA级 所以她说做好防疫就能够确保经济稳定成长 在今天又有这个一个发吻出来了 希望哥 我觉得这个 不是说民进党的网军做耿毒一张4000块吗 我觉得民进党你们做耿毒 可不可以有点创意好不好 不然每天都是用这种文青式的 就是这种大内宣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点实质的攻息 前两天这个蔡英文接见环团 你们师傅做 蔡英文我们要做这个2050碳中和 也是做一张很漂亮唯美的耿毒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点创意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关心的说 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美中对抗局势 没有错 台湾在这样的局势底下 我们赚美国钱赚大陆钱两边赚 也造就我们国内现在经济的荣景 可是我觉得你 我觉得身为总统 你不能只是沉醉在这样一个表面的数字上面 你要想啊 美中这样子一个这个高度对抗的态势底下 那我们现在又把我们的保单独压在美方 我们搞这种所谓的这个抗中保孩 对抗大陆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跟大陆的这个经贸往来 我们对大陆的益存度是有43% 创下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外贸里面赚100块的话 我们43块是从大陆赚过来的 我觉得身为蔡总统你的高度 你不能够只是沉醉在我们现阶段短期的这个经济成长 好像很高有5% 这样的一个表面上漂亮的数字 你要不然我们是想的是 我们现在政治上高度的抗中 可是呢我们对于这个大陆的经贸 却又创下了新高 你要想到的是我们这种一种很矛盾 非常分离 非常充满吊诡的状况底下 我们台湾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我们要如何我们来告诉我们 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一个宏图 你总统在想这个东西 你不只是出一张梗图来告诉国人说 哇我们的大内宣 现在我们的这个经济多好都多好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一件事情 现在虽然说大内宣当道 可是我还是奉劝一下我们的国人 你常在看这个民党梗图的时候 我觉得你这个感觉爽一爽就好了 可是你要知道 梗图的后面其实代表他们 他们在试图隐藏一些更大的危机 更重大的事实 我们现在经济良好的这个背后 其实我们的矛盾就是说 我们高度依赖大陆 可是我们跟大陆的关系非常不好 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重大隐忧 也是身为总统该思考 我们重大战略上的矛盾 我觉得蔡英文不要再 请小编出梗图了 你好好的花点时间 关注一下我们下一阶段 经济的蓝图真正重要的事情好不好